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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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站在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边 站在历史发展的潮流的正确一边 那些总想给中国扣上霸权貌似的人 恰恰是自己抱着霸权不放的人 在病毒的源头问题上 中国与美国一些政客之间的分歧 是真相与谎言的距离 是科学与偏见的对地 这些针对对中国的所谓烂塑 没有实施基础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国际先例 是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 大家对香港的未来 应更加充满信心 而不必过于担心 决定通过之后 将启动立法程序 这将使香港 有更加完备的法律体系 更加稳定的社会秩序 更加良好的法治和营商环境 它当然有利于维护 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 有利于维护香港的金融 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地位 我们坚决反对 以防疫合作为幌子 与太阳当局开展官方的往来 坚决反对 违反一众远走 为台湾谋求所谓国际空间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 对台独分子借意磨独 利于鼓励和作用 在这几个月的 特出的时间里 每一位驻外世界 每一位使领馆的工作人员 都以高度的责任感 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 不畏感染风险 甘愿牺牲风险 海外同胞虽然身在异乡 但祖国永远在你们身后 驻外使领馆 时刻与你们同在